三角形的三内角评分线相交于一点。 画面中分别为锐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与顿角三角形。 而且各三角形中已画出两条内角评分线并交于一点。 试着利用尺规做图分别做出第三条内角评分线。 由这个操作可以观察到, 这三类三角形的第三条内角评分线都会通过另外两边内角评分线的交点。 但是要如何证明呢? 如果已知三角形ABC中L1、L2、L3分别是角A、角B、角C的角评分线, 要如何证明三内角评分线L1、L2、L3会交于同一点? 先假设三角形ABC两角、角A、角B的角评分线L1、L2交于I点。 而且I点到线段AB、线段BC与线段AC的垂足分别为D、E、F三点。 利用角评分线性质,角评分线上任意点到其两边等距离。 可以知道,I点在角A的角评分线L1上,所以线段ID等于线段IF。 而I点在角B的角评分线L2上,所以线段ID等于线段I1。 因此,可以得到线段IF等于线段I1。 再由角评分线判别性质,到一个角的两边等距离的点, B在角的角评分线上。 可以知道,I点也在角C的角评分线L3上, 因此,三内角评分线会交于同一点I。